《周柱徐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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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黃晶浩導演的《周柱徐三害》 為什麼桃先生想說這部電影 因為我網上都看到很多人評論 但是有時我發覺這部電影有些絕學味道 所以我想試一下分析一下 看看有些觀點不同 大家知道我在台灣看的 我看完就相當喜歡的 不過沒什麼說過 我也要提及一下它有一個抄襲風波 台灣有一位導演前仁浩批評 《周柱徐三害》去抄襲它 以前它經常推銷的劇本叫《無法無天》 這個其實現在是法院的個案 我本身喜歡這部電影 但受到事件有些影響 所以我沒什麼談論過 但現在我們借電影去談這個哲學問題 其實也不是純粹對電影的評價 所以大家先把電影的爭議事件 原割 放進去《現象學的括號》裡面 先原割 然後聽陶先生去談這部電影 我們現在在《親愛的序言消失》 都是我們小小地頭 半主場 陶先生在這裡已經當主場 我們也有《檢長未未》 他今天很嗲人 和我們很友善 OK 陶先生就是說 可能我們要不要說一說 周處徐三害的劇情 好啊 你說吧 沒有 我大概憑記憶說一下 話說有一個要犯 相當之凶狠的 整天獨行殺手的一個要犯 就叫做阮經天 就是阮經天適應 然後呢 但是阮經天有一個 就是幫他接頭的醫生 就是幫他接頭的醫生 就是幫他照顧他家人 然後那個醫生就告訴你 阮經天現在來已經有絕症了 已經有絕症了 然後你要把握生命的最後機會 做一些事 阮經天其中一件事 他就一度想去自首 誰知道自首的時候 發現自己只是排名第三的通緝犯 然後他就很不奮起 他決定去堆壞 或者捉拿了這個 堆壞或者捉拿了這個 頭兩名的通緝犯 之後才堂皇地自首 然後差不多就是臨死之前 幹一票大的 就是等命留清史 所以過程就是他自己的一個困難 跟著之後就是他堆壞第二名 這個要犯 第二名通緝 榜上第二位的通緝犯 香港仔 然後第三名就是 等一下就是 第三名是另一個要犯 我忘記了原名 但是他變成了一個教主人物 不好意思我們劇透 大家現在有興趣都可以上Netflix看回 然後他就自己去自首 到最後是一個死刑的過程 所以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因為涉及生死 所以陶先生覺得是有一個哲學味道 是不是 我想生死只是陪襯 我覺得他是想表達一種 人生的幾層的荒謬感 大家有一個想法 在一層裏面 就是我們最初 通常我們覺得最後的段是很荒謬的 就是說有個教主 最後他開槍殺教徒的時候 那些人竟然不走 你感覺到很荒謬的 但是我現在有個想法 就是第一段都有一個荒謬 荒謬的地方 就是不合乎常理 不合乎我們人情的 就是他這樣做 本來就是犯了電影的大忌 就是說不能夠合情合理 但是我覺得整套戲 這一點是他的一個重要的入路 第一點就是他在自首的時候 竟然發現很多人排隊 這個根本上現實上很少這樣可能 加上他看到自己第三名 也感覺到他好像有點失落 第二段裏面 我覺得那個香港人 那個導演都不錯的 但是他有一個好像性奴隸的一個女生 只會現代社會 雖然說這個女生好像無親無故 但是只會都不是很合理 到第三段更加不合理 就是那個教主 一方面給我們看到一種好像神聖的外衣 但原來這個人呢 背後就變成了一種好像邪教式的人 但是他拍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最終一個段是能夠說出這個男主角那種 所謂悔改 叫做什麼呢 就是懺悔式的 他嘔吐黑碎的人 那段我覺得是發生好的 當然那段我自己最喜歡就是 就是遠經天去打教主那段 我自己覺得是很喜歡的 是的 譬如說你覺得他 我覺得他吐黑血那部分 就是早期他因為 因為遠經天是一個要犯 他一直都是孤獨的人 跟著他入到那個教會的時候 那大家都 就是好像一個大家庭 唱聖詩啊 人生很簡單啊 有美善啊 有信念啊 有愛啊 那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動搖啊 就算你戲劇 戲劇橋段呢 你覺得他一定是復的了 一定是有推出的了 你那個要反教主 等你露出真面目 但一路看的時候呢 其實因為他描寫的那件事 就是遠經天所沒有的東西 然後你代入了遠經天的心情的時候 你真的會有一點點怨化的 我是有軟弱過的 我覺得其實這樣也挺好 會不會其實最後都是Matriska 你有沒有的 你有沒有的 我覺得合情合理的 就是某上 就是這個人物寫到這樣 本來呢 一開始他是屬於比較是英雄感啊 或者一些叫做黑社會的一些 形態的人物 那本來應該是停而走險啊 等等 但我覺得那套戲整體好處的地方呢 它有一個人性的發展 而將那三段發展連貫 有一種完整性 就是我自己會將它第一段 好像 它說覺得名譽感不夠人 就是我當普通講求名 追求自己的名譽 那這個求名我仍然覺得是有一種荒謬味道的 竟然一個所謂罪犯或者殺手呢 這樣為了自己只是第三位 那又要好像落榜售那樣 這個是有少少 我仍然覺得是它導演的一種心思 但是這裏我反而呼應回到 一開始的時候 它不是寫得好的地方 就不是那場打鬥 那人打鬥都是刊火 但是呢 最重要是 它隔壁有個所謂那些 黑社會的弟弟那些 小雲雲那些 在旁邊 不知道它的名字 那它自己認出來 那種 那種性器靈人 那種自滿感 連貫到第二段 它去自首的時候 發覺第三位 這個是幾好的一個情節 為什麼會是幾好的情節呢 我覺得就是它 能夠說出一個人好名的一個理由 如果不是沒有第一段的話 我們不能呼應 變成第三位那裡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或者我補充一點 就是名譽感 是一件我們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從一般的智學講 就是我們人很需要認同 很怕自己被人漠視 那這個遠驚天的形態下 一開始的時候 它表現出來那種性器靈人 令他感覺不可一世的那些 再加上它單人匹馬地 去刺殺黑色的大陸 那這點是 有一點是一種 英雄本色的味道的 但是我覺得它開始深入的地方 就是講人性 就是人 第一層裡面呢 很難過的 不一定是金錢 反而是名譽那關 所以我記得那個老師 唐君毅聲講 就是很多人可以捐錢 做個銅像這樣 但是最後來講 他出錢都可以 但是最後呢 是求過名譽 就是這裡 它轉接到成為 後面的兩段的 我覺得是一種經歷 或者是生命的經歷 是 雖然荒謬 但是我覺得有幾 幾有一種創新性在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我忽然間 剛才你這樣講 就是類觸旁通一下 其實它對於名的關懷 因為它第一幕出來 我叫陳廣州 其實它是 那個只是覺得很 很驚喜 很型的 是型的 但是它中間去到 介意自己排名那樣東西 其實我跟它那個 知道自己將死有沒有關係 因為譬如說 人生的終結 很多人耗明 其實譬如 為什麼我們要立銅像 為什麼我們要著書立銅 然後有人看 就是因為我死了之後 這件事是死了之後 都繼續會延伸下去的一些 好像我的生命的延展 所以有些人耗明 是不是這樣 是的 所以我記得 應該是東盡 有一個叫門溫 那些人 一流方百勢 亦映出遺臭萬年 講這些 就講到這個意思 就是一個黑社會也好 你說得對的 就是因為死亡的迫近 它感覺自己 好像最初自己還是打算做大佬 或者是那邊闖回事業 有時候這樣談 但是當遇到死亡 這個令到一個人 突然回望回自己 感到自己的意義 竟然出現一種人生意義的問題 當然黑社會的人生意義 跟我們普通人有些不同 我們成家立失 或者是有幸福的家庭 但是它就 我覺得這裏就是 它想轉向了一種對名譽的流明 嗯 還有它記得 就是它被人真的抓到的時候 那一幕都拍得挺explicit 所以我相信 陶先生這個論點 我想導演和編劇都會同意 就是因為它explicit 就是它舉著雙手 在那裡大喊 我是長廣州 就是在那裡 那一幕我會覺得 那一幕也是很出的 大家可能想一下它經歷了 所以其實經歷了它 例如開頭我是長廣州那個 你不認識我呢 那種 到它做事去 就是堆壞頭兩名 到它真的做完這些東西 被抓的時候 它想去收獲這件事 那我覺得它導演是有意照應的 如果沒有前面那兩個第三個 也是不同的 對的 因為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它最後那種所謂廣義的覺悟 就是說經歷過宗教的迷失 其他迷失之後 它所謂覺悟 而且接受那種審判 這所以呼應回州署捐三害 那八害其實是一種知覺 那三害是知覺 第三害呀 以前什麼男子仔 炸交龍 然後打老虎那些 最最終女兒她發現自己是壞人 那自己改過了好人 今天在州署上 daar過不順致 有一次她最終接受死刑的膜 當然有很多問題 但是都指稱了她有一種覺悟 因為她知道沒有病的 所以應該可以重滸故 psicestar 但是他竟然是接受那種所謂法律制裁 其實那個心是怎樣解釋呢 我們只剩下4分鐘去感覺一下那個心 因為的確是說他其實你沒有病的 你現在自首了 但其實他好像他這麼好打 打出去都可以的 然後他那個真是放棄抵抗 然後我覺得他那個 就是他那個叫什麼奏錄 就是他接受過死刑 其實我當時都看得挺感動的 就是我們一向當然支持廢除死刑 我是支持廢除死刑的 那段我覺得是拍得很好 就是他覺得好像死是一種解脫 就是那個解脫的意思不是說從痛苦裏面解脫 因為其實他不是很痛苦 是說他從那個殺手的生涯裏面解脫 他從此可以不殺人可以不仇殺 那個做完事了 那個釋怒歸主 那種釋怒歸主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是說他那個 甘心接受死亡的那一刻 其實他可以表達到的 就是他對我來說是有說服力的 我更加覺得說服的地方是第二段 如果這樣說的話 他救個女生來講 他那時候是自罰必死的 但是這個我想是一種叫做 呼應他有一種 所覺悟之前的問題 人很多時候都需要發覺不只是自己最重要 發覺一些可憐的人或之類想幫人手的時候 而這個故事本來周柱都是這樣 他受到一個人感動 而覺得有個老伯 我小時候讀的 周柱十三 就說老伯告訴你 你這裏有三個害處 一個是膠囊 一個是猛鼠 然後不說話 最後他問老伯 這個就是你了 周柱在這種程度下覺悟 所以我們借這個情緒之下 有一點 他中間那段 雖然純粹講香港仔那種很拔戶 那種形態 但我想那段是一個主題點 就是由一個追求外邊的命 而開始對其他人有一種關懷之後 這個比較瑜伽色彩 反彈去自己的本心 然後才出現第三段 第三段也可以順利地推出 為何他會尋找宗教 他之所以騙到他 就是因為他吐黑血 他覺得我真的有機會醫治 他有機會過一個新的人生 所以他就投奔 就是他有 somehow接受了宗教 是 是 是 所以這裏挺好的一個情緒 我覺得從劇本上講 就是說一個人只是黑色彩 但是他對宗教沒什麼興趣 或者不入他的心 但是他自己有一種死亡的威脅的時候 再進一步遇到宗教 本來他打算殺他 但是發覺這個人很不同 這件事構成一種好奇 再進一步他發覺原來真的見到有些奇蹟 我想這裏是很心理學式的問題 就是人不是只怕死 而是怕自己的存在變成虛無 就是他突然間感覺到他偶像是當除了意外之後 他可以完成的 想著殺這個人 但是發覺這個人是出乎意表 是觸動了內心的那種我們叫做虛無感 就是缺失了 雖然他未必像是存在書那樣複雜 但是有這種的情緒下 於是索對成章 他發覺他對那個教主 真的會有一種這樣的投入 歸屬了一個宗教 但是第三段呢 你說是怎樣的 第三段我覺得是 很多人以為是最好的段 你覺得好在哪裏呢 我覺得好在 就是這個他肯定了殘暴的天性 哈哈哈哈 因為就 就是他要看這個是什麽電影 因為他作為一個 其實他是香港導演在台灣拍的電影 那台灣的電影其實他某種程度上 他們沒有黑光片的 他們是文藝片底來的 所以他到最後那個黑光其實是一個倫理教化 然後台灣社會當然是倫理教化的 傾向很強的 那你從台灣的Dimension看 這一套戲是大前了很多 因為為什麼大前了很多 他就是在裡面 就是剛才我講的就是他裏面 他justify 就是電影的鋪排去到的程度就是 你可以接受主角殺手無寸鐵的人 而這個是其實很爭議性的劇情 就是你講不講出來 主角殺手無寸鐵的人 如何可能 爲什麽他的導演 會可以下到那麽強的judgment 那這一部份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很精彩 就是因為這樣才justify 我們為什麼要有槍 如果不是的話我教化你也可以 我跟你說佛計 你就放下陶刀 不行 有些人說佛計不行 所以才有槍 我覺得當然這個不是一個 陶先生剛才說他是荒誕的 他是荒誕的 他不是一個現實世界裏面實現的一個邏輯來的 但是呢 他沒有捕捉到我們在現實世界裏面的一些 我覺得是一些反思 你不要覺得所有東西可以 掩護別人掩護到 OK 這部份就講到這裏 待會兒回來再講 我是一隻住在天橋底的老虎 其實我本來不是住這裏 這條橋是不是就是鵝頸橋啊 小子人問 子老虎對這條河念念不忘 最問 到底這條河去了哪裡 再見 為甚麼你記得我說過的話呢 因為你很重要 只要有愛 就可以把像小石頭的小孩 變回棉花糖小孩 希望學最新他本小石頭 帶大家共建同理心 Eu rejected 不回村 走 有 有 告訴我 很有難